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离三数学里面的一个算简单的公式 或者叫原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The Principle of Inclusion Exclusion 那中文翻译叫排容或者叫排容原理 那其实这个定理其实还蛮单纯的 这个定理要做什么 它要算 它给你N个集合 然后要去算 这N个集合的连集有多少个元素 那它下面写了一堆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它是任何基数个元素的交集的个数 减掉任何偶数个集合的交集的个数 的元素个数 那理论上这是任何一个集合的元素个数 的全部把它加起来 好这里是任两个集合的交集的元素个数 全部把它减掉 全部把它减掉 然后这个是任三个集合的交集的元素个数 全部把它加回来 就加一个减一个 加一个减一个 那实际上我后来回想 其实这个公式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就有讲过 老师那时候就提到说 就加太多 有些东西加太多次 你就把它减掉 那减太多次再把它加回来 反正就加来加去 反正就一加一减一加一减 但是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印象说有这个公式 可能那时候没有特别提这个名词 没有提这个公式 但是有算过相关的题目 好来先看一个例子 好这个例子是说 请问在不超过1000的整数当中 有多少个7的倍数或者11的倍数 有多少个整数是7的倍数或者11的倍数 那用排容原理就是 我先去找1000之内7的倍数有多少个 那理论上就7 就1000除以7 然后取flow啦 那这个是142 不好意思啦 这个其实我有看到答案 然后再算1000之内 那11的倍数有多少个 那1000除以11之后取flow 那这个应该是90啦 因为11乘以9是99 所以应该是90个 然后同时又是7的倍数又是11的倍数 那就是77的倍数 那就是77的倍数 那77的倍数 那这个是多少啊 1 77 230 230 230 大约 7 3 21 2 2 310加21 230 230 330 所以不行 所以 所以 7的倍数 或11的倍数的个数 就 142 加90 然后 然后减掉12 然后减掉12 所以等于130加90 所以 应该是220 所以 应该是220个吧 对不对 220个哈 所以 这个是 排容原理 用排容原理来做啦 实际上 我们就说 反正就用任意奇数个集合的交集 如果只有1个当然就不用做交集啦 任意奇数个集合的交集的个数 减掉任意偶数个集合的交集的元素个数 基本上是这样哈 好 这一题有点复杂哈 它说在1232个学生修西班牙文 那还好啦 879个学生修法文 114个学生修二文 然后103个学生同时修西班牙文跟法文 23个学生同时修西班牙文跟俄文 14个学生同时修法文跟俄文 然后如果 总共 总共有2092个学生至少修西班牙法文跟俄文当中的一门课 那请问有多少个学生是三门课都修的 那就怎么办 你就说 好那实际上就修西班牙文的学生的集合 跟修法文的学生的集合 跟修俄文的学生的集合 然后加上修法文的学生人数879 然后再加上修俄文的学生人数114 然后剪掉 同时修修两门课的 同时修西班牙文跟法文的103个 然后同时修西班牙文跟俄文的23个 然后同时修修西班牙文的14个 然后再加上三门课都修的 然后再加上三门课都修的 这时候去算X 这时候去算X 那所以其实用刚刚的排容原理 大概就可以直接得到 这个X好像最后是等于7 影响里面最后是等于7 所以这个式子 跟我们刚刚写的是一样的 这个式子跟我们上面写的 其实是一样 它要算这个值 所以这个值最后是7 不过可以去算看看 反正就是这个式子啦 OK 然后再来 那后面其实这个是英文版的课本 早年我有做过英文版的讲义 那英文版的课本当中 它排容原理分两节 前面一节就简单讲排容原理 后面一节讲排容原理的应用 这个是排容原理应用之一 好这个问题是说 X1加X2加X3等于11 它然后当中的X1X2 都是大于等于0的整数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那我们说这个它的整数解 非复整数解的个数 就是把它当做11个圆圈跟两个 11个相同的圆圈跟两个相同的棍子 做相同元素的排列 我们之前在一般性的排列组合 的那一段影片中有讲过 但是它现在多了这些限制 它说当中的X1小于等于3 X2小于等于4 X3小于等于6 那它的非复整数解有多少 你说哇这个怎么算 那这个也还好啦 为什么还好 因为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说 好那我就先把它当做没有这些限制的状况 没有这些限制的状况 那它的解的个数就是 我们说11个相同圆圈跟两根相同的棍子 做相同元素的排列 排列数是11阶层 13阶层除以11阶层 嘴巴念11结果写的是13 再除以2阶层 两根相同的棍子 好但是如果当中X1有一个变数超出范围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那些部分要扣掉 所以假设X1超出范围 那我就先把这11个 这11当中先其中的4 我假设X1至少等于4 那所以我当中的4先把它发给X1 就是说我现在拿11个水果 那我先从X1先拿4个出来 之后再做 再做那个相同元素的排列 所以我拿了4个从X1 先分4给X1了 所以这里剩下7 所以从这3个变数当中再拿4个 所以同样的 就7个相同圆圈跟两根相同的棍子 做相同元素的排列 所以7个圆圈加两根棍子 就9个 9阶层除以7阶层 然后除以2阶层 好之后再减掉 如果是X2 小于等于4 这个不满足 那这个时候我先把5给X2 所以这里剩下6 再加两根相同的棍子 就是8阶层 除以6阶层 再除以2阶层 再除以2阶层 好再来如果是X3不满足 那我先把7给这个X3 所以这里剩下4 所以4个相同圆圈跟两根相同的棍子 做相同元素的排列 所以就是6阶层 除以4阶层 再除以2阶层 再除以2阶层 不好意思啊 滑鼠不好用 好这个是一个不满足的状况 再来是两个不满足 这里要加回来 那所以如果X1跟X2都不满足 这个扣掉太多了 所以先把4给X1 把5给X2 所以就花了9 好这里剩下2 所以就两个相同的圆圈 再加两根相同的棍子 做相同元素的排列 4阶层除以2阶层 再除以2阶层 好再来如果是X1跟X3 同时不满足 这边4给X1 7给X3 哇11分晚了 11分晚了 所以这时候再从3 3种水果里面拿0个 所以这是2阶层 除以2阶层 跟0阶层 0阶层等于1 好再来X2跟X3 这两个没有办法 同时不满足 所以之后就加0 然后再三个不满足 这个也没有办法 所以再减0 实际上就是这个数字 就这个数字 把这个数字答案算出来就好了 好不好意思 我自己就没有算这些数字 那这些都可以算 这些可以算 这是6乘以13 这个是4乘以9 这个是4乘以7 然后这个是3乘以5 这个是6 好这个是1 就全部加起来好 他说最后答案是6 所以只有6组答案 所以没有很多 好那这边他要介绍一个观念 叫Dearrangement Dearrangement 是什么 他说它的排列的物件 跟它原始的位置不一样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那个 我记得高中老师曾经说过 他说好如果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戴一顶帽子 戴一顶帽子 然后大家进到一个暗室里面 然后大家都把帽子脱下来往上丢 就像在毕业典里 把帽子往上丢 然后丢完之后大家就随便拿一顶 戴在自己的头上 那他说好那 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戴到自己的帽子的状况 就是这个Dearrangement 也就是说1到N N个数字本来从小排到大 之后你再做任意排列 排完之后 每一个数字都没有排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个个数有多少 或者是说他的排列数有多少 好那他这里做了一个整理 他说如果N个东西 每一个都没有排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的排列数是N阶乘乘以 1-1阶分之1加2阶分之1加3阶分之1 这个加的还是减的 就要看这个N是奇数还是偶数 那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就是排容原理 其实就是排容原理 他就是刚开始随便排N阶乘 然后之后扣掉N个人当中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戴到自己的帽子 其他的在任意排 其他的在任意排 所以N个人取一个出来 然后其他任意排是N阶乘以解决 所以其实这个跟第一个是一样大的 然后再来是N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戴到自己的帽子 N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戴到自己的帽子 其实全部整理出来就变这样子了 那这边就是说如果是7个人怎么办 7个人的状况当然实际上 你可以说7个人任意排 7个人7个数字任意排 然后减掉7取1 7个人取一个人出来 然后其他戴自己的帽子 其他6个人任意排 所以实际上前两个人是一样 然后再加上7个人取2个人 戴自己的帽子其他的人随便排 其他的有5阶层 然后再扣掉7个人取3个人 7个人取3个人 然后戴自己的帽子其他任意排 实际上他的工程是这样没有错了 然后就一直做 再来7个人 加上7个人取4个人 7取4乘以3阶层 减掉7取5 然后乘以2阶层加7取6 乘以1阶层 然后最后减掉7取7 乘以0阶层 乘以0阶层 实际上他最后答案就是这一个 最后答案就是这一个 1854 这个其实是算过的 其实是算过他整理过的公式 ok 那那个inclusion exclusion 还有那个排容原理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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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